我沈娘家条件非常的贫困 但是她在我们装置上却得到很多人的夸奖 因为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 从小就非常的争气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找当家 然后我表姐在上学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优异 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 这让我沈娘她们脸上也有光 静静了我的堂姐在高中考试的时候 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这让我沈娘和叔叔都非常的开心 觉得自己没本事 却培养了一个这么有能力的闺女 后来我堂姐因为要去外地工作 所以每次都是从外地 往家里寄一些营养品或者一些服装之类的 让我沈娘和叔叔一定要在家照顾好自己 她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的很好 让她们不用操心 这让我沈娘她们觉得真的是自己的命太好了 一定是她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才得到了一个这么宝贵的女儿 这也让村子里面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我沈娘 因为像我们庄子上也有好几户人家 她们家里也非常的贫穷 而且孩子也是和我堂姐 她们一起念书的 可是她们家里面的孩子 现在不是在外面游手好闲 就是结过婚之后 根本就不往家里面打一个电话 甚至每年过节的时候 根本就不回家 看望父母 而我堂姐她虽然在外面打工 却每年都会回来看望我沈娘她们 并且还会时不时地带她们出去旅游等等 都说上学的时候 她们一般都是书呆子 对于感情方面一窍不通 可是我的堂姐她就在去年回来的时候 从外地带回来一个小伙子 自称是她的男朋友 这让我沈娘她们很是满意 觉得她们两个人非常的般配 于是就这样在父母的办理下 我堂姐和她的男朋友顺利成章地结婚了 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堂姐就被查出怀孕了 这让家里人很是高兴 可自从我堂姐有了孩子之后 和往常大不相同 她以前会时不时地给我沈娘 她们打电话 可是现在每次沈娘想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都是匆匆忙忙地说几句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并且还告诉我沈娘 如果没什么大事 就不要再给她打电话了 有的时候 我沈娘非常的想念她 却不敢去打扰她 直到今年 我堂姐和她老公结婚三年多 都没有回家 也没有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 这让沈娘和叔叔很是担心 于是没办法 沈娘就和叔叔买了两张车票 找到了那个位置 因为他们是农村人 所以来到一个城市 觉得非常的陌生 而且他们文化程度也不高 经过了两天两夜的奔波 终于找到了我堂姐 他们居住的地方 当我沈娘他们打开门的那一刻 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令他们很吃惊 竟然看见有一小伙子 竟然在打我堂姐 然后我沈娘他们立刻就报了警 当警察来的时候 那些人就把事情详细经过 说了出来 原来是我堂姐和她老公 因为想做大生意 所以她老公就出去找工作 谁知道最后 竟然进了一个传销组织 现在欠下了很多的债务 可她老公却自己一个人逃跑 只留下我堂姐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家中 她不敢告诉我沈娘他们 没办法 只好一个人承受 于是当警察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把他们几个 带回了警察局做笔录 当时我沈娘他们也觉得很无助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 竟然摊上了这样的男人 可是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希望警察能够把这件事 办得合理一些